但是因為在疫情那時候 他就是離開了人世間 所以我距離了一萬兩千公里 沒有辦法到他的身邊 然後很想再跟他有最後的 說聲道別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這首歌的確 他是在我非常非常極度 懷疑自己的時候 那時候的狀態就是 不喜歡自己啊 不喜歡這個世界 看到誰都討厭 尤其是看到自己的時候 從漂浮2020年寫出來這首歌 到現在2024年好好的 Be Good這張專輯 我就是不斷在裡面 又重新的問自己一個問題 再問自己找到一個答案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一年有載 讓我們歡迎特別來賓柯柯 柯米勳 哈囉大家好 我是柯米勳柯柯大家叫我柯柯 嗨 柯米勳 嗨 好久不見 終於見面 真的因為其實我們是之前有見過 是在那個首頁人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大概也是四五年前嗎 然後那時候你剛剛發行那個畫畫的時候 最近有發行你的最新專輯 所以我想蠻想問柯柯就是 感覺你在這四年裡面發生了應該蠻多事情 距離畫畫專輯 2020年發行嗎 現在是2024年 然後發行了好好的 Be Good專輯 距離這個光景你知道 雖然說上一張是四年 但是我可能又可以回到更最一開始第一張 是2014年 已經這樣子走了十個年頭 你問我好不好嗎 我只能回答 我希望我好好的 我也希望你好好的 聽眾也都好好的 我的專輯很常是 來自於生活人事物的素材 然後寫成這些歌 所以我覺得 好好的這個的命題可大可小 大家通常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不是都會說 你過得好玩 你好嗎好不好 因為其實這四年來 也很跨了算是疫情的事件這樣 然後那時候應該是大家說的 都是關在家裡居多 然後創作啊這邊 因為其實這一張 從歌詞透過來看的話 其實好像最早能回縮到2009 這張專輯其實說 四年雖然是已經累積很久的時間 而促成的一張專輯 然後這四年應該對你來說 變化也蠻大的 已經很難說我要從四年去探究 我的創作的歷程還是十年 我覺得它更可以說是 我從小到大成長的一個經歷 所遇到的人事物 給我的回憶帶來的最深刻的感受 變成一首一首的歌 你如果要說好好的這張專輯裡面 其實最想要傳導的可能就是一個 回憶吧 回憶的味道 回憶的濕度 回憶的空間 回憶起人跟人之間講話的聲音 媽媽的面容或者是 對婆婆的思念或者是 很想要記得擁抱是什麼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有點像是在探究你 關於記憶的這件事情 也是讓大家可以就是 有一首可以寄託的一個角落 所以就是回縮到每一首歌 每一首歌對應不同 都是不同的時間點寫下來的 然後不同的故事 或者是不同的人跟人聊天 比如說我們剛剛有說到 裡面放了一首一萬兩千公里 這首歌就是在疫情那時候寫下來 想要對我的婆婆說 我好希望你可以再摸摸我的背 我好想要再握著她的手 但是因為在疫情那時候 她就是離開了人世間 所以我距離了一萬兩千公里 沒有辦法到她的身邊 然後很想再跟她有最後的 說聲道別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這首歌很希望有一天 可以在有一片天空的地方唱 你就可以唱給她聽 她一定會聽到的 這首歌的力量也是當初聽到的時候 是一首起雞皮疙瘩的歌 那在說到好好的之前 其實有一張是畫畫 那其實因為在畫畫裡面 有一首我現在很印象深刻 很想跟你討論的歌 就是漂浮 因為漂浮裡面它其實有一段歌詞 關於家 關於愛 關於未來 關於離開 關於歸來 關於循環 在這四年裡面 你有找到答案嗎 人生就是不斷地衍生出問題 我只能笑自己是一個 trouble maker 我是一個很喜歡產生問題的人 我對這世界充滿著各式各樣的好奇 但我最想要得到的答案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發現當你有這個 可能你說 關於家 關於愛 關於未來 那未來是什麼 你可能今天在這一刻得到 原來未來就是現在我們正在對話 可能我回去看了這段影片之後 我又會因為看著這影片而延伸出來一個新的問題 像人生就是不斷地在這個過程裡面拉扯吧 無論你在什麼時間點進入怎麼樣子的崗位 你成為怎麼樣子的角色 因為時間的關係或是人跟人之間的化學效應 最終你會得到一個答案 那個就是它會放在你心裡面的回憶 很多聽眾很喜歡這首歌 包括你剛剛也有說 這算是很有感覺的 其實我算是蠻意外的 蠻意外也蠻感動 因為這首歌 的確它是在我非常非常極度懷疑自己的時候 突然抱起了其他 閉上眼睛就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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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寫出來了 那時候的狀態就是不喜歡自己啊 不喜歡這個世界 看到誰都討厭 尤其是看到自己的時候 從飄浮2020年寫出來這首歌 到現在2024年好好的 Be Good這張專輯 我就是不斷在裡面又重新的問自己一個問題 再問自己找到一個答案 因為剛剛其實你有說就是都是一個回憶 但是其實在好好的這首歌裡面 你其實有說就是回憶其實會慢慢淡忘 你對這個理解是 沒有這個問題嗎 就是你的回憶就開始慢慢變淡了 或者是你想不起來那個人的臉長什麼樣 某一些回憶已經開始慢慢的變淡了 可能很小的時候 當時可能很私心裂肺 然後現在可能就已經隨著時間慢慢淡忘了 這也是一種啊 其實很多歌可以說在為自己的 小時候的某一些回憶 悼念也好 或者是跟過去的自己說 每事最難的都過去了 你現在只要好好的活在這一刻就可以了 所以為什麼這張專輯叫做 好好的 Be Good 也是源自於我小時候的一個回憶 我很少看到我父親 那時候就是小學國中的時候就是 還蠻不常見到他在家裡面 也不太跟我們講話其實 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出門前的時候 關門之前的那個刹那他就會跟我們說 要乖喔 那英文的意思其實叫做 Be Good 就是好好的的意思 關上門之後再見到他可能又是另外一種回憶 所以我覺得他有點像是我做這張專輯的起心動面 一來是有點想要記得 我好想要記得媽媽擁抱我是什麼感覺 我好想要知道我父親關上門 那之後他去做了什麼事情 我又有什麼改變 的確我好像有點想要找到這個答案 關於家人的愛是什麼 關於朋友之間的愛又是什麼 關於情人之間的愛又是什麼 後來發現 你只要好好的 你只要這個人本身好好的有好的心靈 好的狀態 好好的吃飯 好好的睡覺 好好的完成你應該要完成的事情 你就可以有機會的去見到你所思念的人 去跟你所思念的人表達你對他的思念之情 因為其實你之前不是音樂班的 就是不是算是念音樂本科的 但是你家人是支持你在音樂這條 超級不支持的 好像有點就是看著我 這樣子默默的做到現在 好像也苟且的覺得 好啦就讓你去做吧 你那麼喜歡這件事情 但是他們還是很希望我可以有一個正當的工作 有一個穩定的收入 當初使你踏上決定要做音樂這條路 什麼樣的契機讓你決定 嗯我要做音樂 至少目前都還是堅持這個道路在 曾經有懷疑過就是 我不要弄音樂了好煩惱之類的 不過今天早上還在想這個事情 你說對於音樂道路的迷茫嗎 應該是說 我覺得我不知道你覺得 活著是辛苦還是簡單 哇對你來說你覺得辛苦是簡單還是 我覺得活著很好玩 但是呢我覺得我活得有點辛苦 因為我其實每時每刻都不太一樣 我現在我們在聊天是像這樣子的個性 但是等我們結束了談話 明天的我可能又不一樣 每一天的天空不一樣 每一天的人也都不一樣 城市的光也都不一樣 所以我已經開始接受了 我是一個無時無刻都不斷的在改變的人 你覺得你以前 maybe十年前的你是怎麼樣 十年前的我很緊 很在意別人怎麼看我 很怕別人平斷 變得有點不像自己 比較容易討好 就是在意別人的眼光 為了符合別人的期待 會努力做到符合別人的期待 但是不會刻意的要去討好 討好聽眾或是討好誰誰誰 那個時候的我可能也沒有 那樣子的腦袋去想這些事情 現在也都覺得一切舒服就好 人跟人之間每一天都很珍貴 一天只有十幾個小時可以用 我覺得要盡可能的活在這個現在 然後喜歡這個現在 那你喜歡現在自己的狀態嗎 不敢給一個最肯定的答案 但是我蠻喜歡我現在的自己 就像我跟妳剛剛也有說 這個早上也還是有一點懷疑自己 到底在做的這些事情 每一件事情是不是真的都有 如我所想像的 所以我蠻想聽妳早上的想法 大概是什麼樣的 今天早上就是在決定一些設計的封面啊 然後看一下我這次拍的東西 到底有沒有符合大家的期待跟標準 對就有一點被又被自己保險 限制注意 在問好好的之前我蠻想問的是 2014妳是從遊樂發行第一張到2024 相隔十年發行了四張專輯 對自己的心路歷程跟心情轉折是怎麼樣 妳自己看妳當初第一張到現在第四張 因為每一張其實都不太一樣的風格 然後包括現在最近的風格 好像也跟之前的不太一樣 我要如何在這麼短暫的時間裡面 講完我十年的心路歷程 這是一個非常難的題目 我只能用簡單的一句話 我最近很喜歡這句話叫做 青州已過萬種山 意思就是所有難過的部分都已經過去 這十年來遇見了很多人 問了很多次自己的內心 我究竟是一個怎麼樣子的人 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為什麼做音樂 我為什麼表演 我為什麼彈吉他 我憑什麼 真的到今天早上都還在想 哇像我一樣這麼一個普通的人 只是因為很喜歡很喜歡音樂 所以為的只是要很順利的站在台上唱歌給聽眾 我也是也有遇過很多挫折的時候 但是每一次每一次都又能再爬起來 只要你抱著吉他 你還是會想要唱歌 你聽到很美妙的聲音跟音樂的時候 很棒的音樂人的時候 眼睛還是會為之一亮 這個喜歡是騙不了人 那只是說這十年來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有什麼成就 或者是我有沒有符合誰對我的期待 我也想問我自己 我是否有得到我對我自己的期待 後來我發現 我就不期待了 一切就讓他順順的 好好的 做好你現在每一個當下要做的事情 珍惜你現在身邊 跟你在一起的人 一起玩的時候就一起認真玩 一起哭的時候 就一起幫彼此擦眼淚 好像那個珍惜的東西就叫做 還好有我們 還好我們都還好好的 因為你剛才有說 就是挫折 想知道挫折是什麼 你是怎麼走過來的 挫折是 當我的夢想無法支撐我的現實生活的時候 會讓我覺得挫折 每一次要繳房租的時候都覺得 天啊 口袋怎麼那麼空 當我的朋友有需要我的協助的時候 我有沒有那個能力可以幫助他 挫折是 人真的一天一天慢慢在變老 回憶慢慢慢慢的在淡化 這些也會讓我挫折 但是呢 他們都是我生命裡面的禮物 所以我要努力的把它寫下來 寄下來 游下來 我想要寫的 跟我想要創作的 是可以唱一輩子的歌 在台上的狀態 跟台下的狀態都是你喜歡的嗎 在台上的狀態就是 盡情的玩 台下的狀態 我也是蠻喜歡現在 現實生活中的我 有一點卡通 然後有一點無理通 有時候也變得蠻精明 有時候又是一個數學笨蛋 但是我也還是有優點 我的優點大概就是我很有耐心 我接受每一個面向的我 這張專輯的小小的理念 它算是我的人生的座右銘寶 就是人都是赤裸的來 也是赤裸的走 你帶不走的就留在現在吧 那我們就來討論一下這張新專輯囉 這張新專輯是好好的總共有十首歌 我們不如就從第一首慢慢聊下去 其實呢 好好的Be Good專輯呢 的排序 但是有一個故事的流動的 它可以說到人的出生 到人的死亡的過程 第一首歌就是 在講出生與死亡 這首歌叫做 《禪與營》 夏天來了 秋天就不遠了 秋天來了 冬天就也快要來了 冬天來了之後呢 又是一個新的春天 每一季都是這樣子周而復始 就在說人就是赤裸的來 禪 它是捷徑一生在用力的為自己發聲的 陰火也是 陰火就是也是在有限的時間內 盡情的發光 我期許自己 像是這樣子的生命狀態 努力的活著 所以呢下一首歌就來到了下一頁 這MV找了吳仲倫導演 他聽了這首歌之後 他覺得他是一個很純粹的狀態 為什麼要用底片拍呢 我也問了他這個問題 他們只回答我 因為你值得 拍攝的過程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輕鬆 非常愉快的一整天 整個過程裡面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人跟人之間好舒服喔 這是我以前不曾有過的狀態 一千年的我是很封閉的 這個也不能做 那個也不能做 但在這下一頁裡面 我想要傳達的是 盡可能的去體驗你的人生 我當時寫下這首歌 講的那個宣言是在 我就走在路上喝著一個熱巧克力 抬頭一看天空的太陽怎麼就這麼美 我那一刻我就決定了 不管遇到什麼傷心痛苦的事情 我都要記得這杯熱巧克力的味道 我要記得這個陽光就是這麼的美好 當時拍MV的時候 導演就是想要把陽光 聚集在這個底片相機裡面 然後希望聽的人 看的人都能有這個太陽的能量 想要把最特別的人事物 留在歌裡面 留在我的回憶裡面 我的回憶裡面 真的有那麼特別的人存在 我的婆婆 我的家人 我愛的朋友們 我的團員們 雖然我們距離了遙遠 但是呢當我們思念彼此的時候 我們都在彼此的心裡 所以這首歌 來到是一萬兩千公里 你對婆婆的印象是什麼 婆婆很軟 很軟 婆婆握著我的手的時候 她的整個人很嬌小 但是她握著我的手的時候非常有力量 所以我記得的是我摸她的手的觸覺 跟她握著我的手的力量 從婆婆出發 再到我的媽媽 我很想要記得母親擁抱我的感覺 是什麼 再回到我是一位女性 我有一天可能也會成為誰的母親 我有沒有辦法給予相同的愛跟擁抱的力量 也有可能我會成為誰的婆婆 當我老了之後 我還有力氣告訴他們 嘿 婆婆我以前可是玩過搖滾樂的 所以我 副歌就在寫 抱我好嗎 我需要安慰 聽見了嗎 請摸摸我的背 人真的在很脆弱的時候 會想起那些曾經給你溫暖跟力量的人 不只有我的婆婆 我身邊也有很多給我愛的人 包括我的聽眾朋友 他們都是我在我夜深人靜 一個人獨處的時候會想到的人 會想到他們的聲音 會想到他們的笑容 會很想要再跟他們一起玩 婆婆離開是你第一次練習告別嗎 當然不是 但是那是第一次 我好想跟這個人說再見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因為那個時候是疫情 所以我沒有辦法搭飛機過去看他 那你記得你最後一次跟他見面 或是說的話是什麼 他就說這個小東西 什麼時候要結婚 或者他說 啊你下次什麼時候再來 沒有下次了 只是沒想到就是 那一次分開就是道別 都要很好的 家人會不會跟你說 給他們抱抱啊什麼之類的嗎 我們家人蠻害羞 展現這一面的 包括我自己也是秀意表達 也是秀意表達 倔強的個性 我是不可能主動擁抱 為什麼我做不到 我希望有一天長大了以後 可以改變這一點 人生總是有不如意的時候 總是會要面對自己 你可能會看自己不順眼 看這個世界不順眼 但是你不用擔心 你可以在這個時候 給予對方一個最燦爛的微笑 或者是你給予對方一個 最誠實的酷酷臉 我們都可以在這個檔下 把這個情境轉換 接著呢再往下一首 這首歌的開場白就是 Can I see your sad face? Can we do a slow dance? 這首歌在講人生的舞台 人生的舞台總是寂寞 在人的面前總是展露笑容 總是展現自信的一面 好像不能有任何的沒有自信 或是懷疑自己的時候 可是當你下了舞台 關了燈關上了 那個自我的強大的懷疑的感覺 又會出現 在演出的時候會有很多的更 那一刻的確是會覺得自己 真的好幸福好幸運 可是當你下了舞台 也不好說自己真的 背後努力有一些什麼 我覺得 只是為了想要好好的唱歌給大家聽 要度過很多很多的困 但是還好人生中 就有那麼幾個好朋友 他可以不言而喻 他可以待在一起 就是一陣瘋狂的亂笑 像士玄就是這樣子的朋友 但是我們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就很像卡通人物 就像MD裡面 在追逐過程裡面 不斷的告訴你 嘿我在這兒 你不要忘記 當你覺得沮喪難過的時候 我都會在前面陪著你 就這首歌 即使你有酷酷臉 即使你有不堪的一面 我們都還是可以陪著彼此成長 蠻好奇 你跟李士玄的合作的機緣是怎麼樣 我們曾經有在 2019年的時候 然後找他來擔任我的演唱會的嘉賓 那個時候 我們的合作僅止於 cover對方的歌 但是我們一直很想要有合作 直到我寫出了這首歌 我在填詞的時候 就在想我們兩個人 可以有怎麼樣子的共同故事 後來就發現我們兩個人 都有這樣子的狀況 就是在人前的時候 就是看起來自信 光鮮亮麗 但是當我們轉過身子之後 有很多的苦水 只有苦水才有辦法跟對方傾訴 還有一個很酷的是 他的鼓的grooving 我自己是很喜歡的 太好了 可以幫我介紹一下 這首歌編曲上面的一些想法 最開始是很簡單的鋼琴 這個的聲音是我的日本的好朋友 叫做鋼本獻招 我們以前就有合作過 我們一直在音樂上面 都是有合作的 當時是我先寫了詞曲 然後先給他聽 然後他編了一個簡單的鋼琴 他給了我滿多素材 可是後來我用他給我的素材 重新做了一個編曲 我也錄了電吉他進去 用MIDI鍵盤編了鼓跟Bass 當時進入中式 有先錄了第一個版本的鼓 可是我一直覺得 那麼心中所想的 對他需要一個 就是騎車 我有一個日本的樂團 叫做Faker Creators 對鼓手三本晃記 我對他的鼓非常的印象深刻 就是我們在現場演出的時候的默契 跟我們的火花 讓我非常非常的想要再繼續 跟他在音樂上面有合作 不僅止於只在Faker Creators 所以在我的個人的SoloPod的時候 我也找他來幫我做了錄音 接下來下一首歌是繼續努力 因為柯友找了柯友們一起算是合唱這樣 這首歌寫於2021年 那時候我剛結束了公司的合約 我滿迷惘的 就在想那我先自己做好 那時候我身旁有許許多多的前輩朋友們在幫助我 恰恰好都是女性 對於那些幫助過我的女性朋友們 有著深深的感謝 哇我好希望我自己可以活得像他們一樣 溫柔美麗又有智慧 然後很會處理事情又很成熟 所以這首歌一方面是想要 謝謝我身邊這些很美麗的女性朋友們 包括跟我一起創建公司的朋友 他們都是我這個過程裡面 很努力在支持著我的人 謝謝他們這十幾年來的聆聽 謝謝他們在我懷疑自己的時候 還是願意用每一張門票支持我 甚至是每一次的掌聲 所以我那時候寫下來這首歌之後 我希望他有和聲 並用我的雷達寫了八部和聲 大概是三十二個人左右 我的聽眾朋友們幫我建了一個LINE的群組 就在這柯農群組裡面 問大家有沒有人願意來幫我錄這個和聲 那希望這首歌陪伴柯農們 他們已經陪我走過這條路 我覺得這首歌 它勢必是一個感謝自己之外 感謝聽眾朋友們的歌 這次是發A交 所以有一個A面跟B面的想法 B面的第一首歌叫做鳥語 這首歌呢副歌就是在寫 落水落法落入人間 又回到了一個生命的週期 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 我們有很多需要完成的任務 有很多門要去一扇一扇的把它打開 珍惜你眼前現在看到的東西 珍惜你現在可以聽到的這些話語 來到了下一首歌 叫做與生俱來的愛 讓你看到你自己內心裡面是透明的 是閃著光芒的 是那些你所不擅長的東西 但是其實你本身就擁有的最簡單就是一個愛 就是愛分給別人 無條件的愛 你就會發現這個世界並不是像我所想像的這麼完美 天空不總是為了我而放晴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不完美它就是一個接近於完美的狀態 因為人生本來就是沒有完美的 我以前很喜歡追求完美 但是是不可能完美的 因為即使你達到了這個階段的完美 你還是會從中看到一個不完美的 所以呢我就寫下下面這首歌叫做不敬美好 靜靜的燃燒到最後一秒 你只要用力的像蟬跟營火一樣 用力的為自己的生命活過 我們就再往下一首歌前進 笑一個一起哭 也就是在珍惜你現在眼前的當下 珍惜我們還能記得彼此的聲音 珍惜我們還能看著對方笑 我們還能因為什麼感覺而有哭泣跟眼淚 因為我曾經是哭不出來的 已經沒有淚水 覺得好像活著都是麻木的狀態 可以在鏡子裡面再重新看到自己笑 看到自己哭 或是有一個朋友可能接住你 或是他也很赤裸的在你面前展現出來的話 那就是一個非常值得珍惜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要來到了最後最後一首歌 叫做好好的 他就是我的專輯 專輯上面稱 這首歌歌詞有寫到 世界齒輪依舊轉動 時間盡頭依舊靜坐 就是在講人總是這樣子周而復始 季節也是這樣子不斷的更替 日升月落也都是這樣子周而復始的 好好的想要傳達的是 好好的活在這一刻 雖然有很多時刻你常常 不知道為什麼笑著笑著就哭了 但是呢人生也是這樣子 你哭著哭著又會笑了 要看到自己美好的那一面 你是很棒的 我覺得在複雜的事件裡 保持著自己簡單的心態是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用一個很輕鬆的角度去面對它 你才有辦法有刃有餘的去面對每一個難關吧 像我在寫這張專輯的時候很常會想到 當我在錄唱的時候麥克風其實就是我的第一個聽眾 所以我很常也會想到 當聽歌的人們他們聽到這首歌的時候是什麼感覺呢 我後來覺得做音樂好像就是這樣 希望聽的人可以在歌曲裡面想到自己所愛的人 可以讓他們在一首歌裡面獲得一個開心的感覺 或者是喘一口氣 假如說在這張專輯每一首歌之中你可以找到一首是可以接住你的話 也就夠了 我滿有感觸的是第一首《殘餘音》 因為它其實算是第一首就直接起雞皮科大哥 因為它是在山谷裡吶喊的感覺這樣 那時候就讓我想到 哇 世界好大 但是我好渺秀的感覺 當初寫下這首歌的想法跟故事是什麼 當時我就想像我真的就站在一個懸崖的山的最高的頂端 然後我沒有穿鞋子 用我人生最後一口氣喊出來一個什麼 可能是我要活下去 或是我要好好的之類的 但是我就是有一種用盡了權力 想要像蟬跟營火一樣 好好的體驗這個人生 而且在其中你有寫到說 因為那時候其實感覺你是身心很疲憊嘛 然後也有體驗到黑暗 所以滿想問那時候的狀態 那時候很單純只是因為都市小孩 就覺得大樓一直在拆 然後又在蓋大樓 然後又再拆掉 那些矮的平房的命運 就是會被面臨到被拆掉 那像我們這樣子的小平民百姓 要如何很有毅力的活著 我喜歡老的建築 我喜歡有歷史的建築 期許自己可以榮堡初心 所以一開始拿的樂器是木吉他 我就希望我可以一直彈著木吉他 到我沒有辦法再表演 所以無論多少張專輯都還是會有木吉他 一直跟隨著你 對啊因為人不能忘本嘛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用我的雙手創造奇蹟 所以吉他其實也是一個 雙手憑空創造奇蹟的一種可能 我有時候很常覺得沮喪的時候 其實你只要看著雙手就會發現 哇人真的還是有無限可能的 如果是2009來算的話 已經15年 但15年還是抱著木吉他完成了每一張專輯 很不容易 因為哪怕是很多人可能都會在中途也許 就覺得啊我可能敵不過現實 或是敵不過各種因素 每當我很累的時候 或是心情很糟的時候 我真的只要抱著吉他 彈個兩三個音 好像一切就沒事了 這張專輯也是希望大家能夠找到自己的小角落 我想跟大家說的是 其實有時候不用那麼好沒關係 只要承認自己撐不住 因為很多人其實在撐不住的時候不會求救 希望能夠把求救過來嘴上 因為人其實都是不完美的 也沒有人是完美的 其實你已經夠好 只差對自己不夠好 希望大家能夠多傾聽內心的聲音吧 不管是健康事業友情愛情 不管是什麼排序 都希望把自己排在最前面 好好的愛自己 然後也要知道就是有很多人愛著你 也許沮喪的時候 也可以聽聽看這張專輯 也許會找到你自己的一個小角落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 天前柯在各社群媒體有發 請柯農們的問答 那我們就來解答 好啊 首先第一題 怎麼變得內心強大 先把自己擅長跟不擅長的事情寫下來 面對自己的不擅長 把擅長的事情變成精煉 所以你要繼續努力 推薦你聽繼續努力 想知道柯柯是怎麼樣保持純真的 之前看下一頁MV有很狠被治癒到 感覺柯柯擁有一個很可貴也很純潔的靈魂 生活中的複雜與苦 總能在你的純粹中得到消解與舒緩 我感覺這是一種屬於柯柯的魔力 你要先看過這人世界的賢物 你就知道怎麼保持純真的 我推薦你聽與生俱來的愛 最近有讀書嗎 或是最喜歡的一本書 一個段落 最近很常在讀的是 Lifehouse之間的海報 因為最近在做設計 所以很常看海報 推薦你聽好好的 柯怎麼定義無聊的生活 無聊的生活就是平凡無奇的生活 因為你的存在而變得特別的有趣 推薦你聽下一頁 如果感覺人生止步不前了 該怎麼做 陷入一個泥沼的話呢 你就放棄掙扎吧 然後你可以放鬆你的身體 躺在一個你覺得舒服的地方 我很常有這個生活 我很會躺著治癒自己 我就會跟我自己身體說話 希望你可以好好的陪伴我 度過這個很難過的事情 有沒有感到痛苦 但還是願意繼續努力的時刻 當然有啊 今天我的朋友們在教我 如何算發票的稅 這個時候我都覺得特別的痛苦 因為我真的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 但是我很想要努力的聽懂 人生就是這樣的 你越想要努力讀懂你的人生 就越需要放鬆 就只需要告訴自己 這世界就是沒有那麼的美好 蕭姐你聽不盡美好 柯是如何理解愛的呢 就像著這個轉動的燈一樣 愛就是一個循環 愛就是你先喜歡這個面向 當它轉到這個面向的時候 你發現它有缺陷 但是你還是得接受這一切 它是一個周而復始的 人也是這樣子的 你有正向的一面 你也會有缺陷的一面 愛就是全然的接受 最近你一萬兩千公里 如果你需要愛的時候 你就可以抱抱自己 最近的心情用一首歌表達的話是哪一首歌 頭頂的天空 腳下的泥土 一半開心 一半難過 好日子壞日子說好了 到再見 笑一個一起哭 最近的心情是這個樣子的 柯情緒低落的時候會怎麼讓自己開心起來 心情低落的時候就去散散步 看看天空 在天空之下你就會發現自己其實真的很渺小 所以那些心情不好的事情也都很渺小 而且你聽渺語 對柯而言 與人和解會不會是很困難的事情 如果覺得困難又會怎麼處理 與人和解一點不難耶 與自己和解最難 與人和解就是好好的誠摯的告訴對方 與自己和解喔 就是看到自己真正的缺失 我為什麼對這件事情不滿感到懊悔 但是想這些都沒有用 因為都已經過去 所以最好的和解就是我在現在 想問柯柯覺得能夠穩定生活重要 還是挑戰的不穩定的生活好了 人都是這樣的 在你穩定的時候你想要很多的挑戰 當你有很多很多的挑戰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穩定 無論這位同學你想要的選擇是什麼 只要相信自己的直覺 往那一步勇敢的跨過去 當你想了你就去做 所以我沒有辦法告訴你穩定比較好 還是挑戰比較好 生活原本就是不完美的 但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的 大家一定都要好好的 最後一題就是專輯什麼時候要出 就在2024年11月22號發行 我們會發行串流平台 同時也會有黑膠實體 然後再來也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12月26號我們能在 Legacy Taipei有一場專輯演唱會 會有線上預購嗎 黑膠會有線上預購已經開放 請大家敬請期待 請務必要到現場 那今天非常感謝柯柯接受專訪 這一張簽名版呢 我們也會抽給觀眾 那詳細資訊我會放在詳細底下的資訊欄 那有興趣的話再麻煩關注 然後柯柯的專輯也急到上線 請大家多多關注 那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謝謝大家掰掰 喔是不是寫錯了 寫錯了 寫邊伸腰 沒關係 沒關係 還是你要寫注意 好 可以寫 不容易 但是 沒關係 這隻貓 直接擋住鏡頭 可以 好